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为了丰富孩子的童年,让孩子有更多的见识 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去动物园游玩 因为在这里,孩子可以见到很多平时根本不可能见到的动物 对于所有小朋友来说,亲眼看到平时绘本上的动物走到了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会觉得相当高兴 所以一旦到了动物园中,很多人都会情绪激动 跟小动物发生一些特别搞怪的故事 偶尔会被游客拍到上传到网络上 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议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动物园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很有趣的事情 在我们身边,很多小朋友去动物园都特别喜欢看狮子和老虎 虽然表面看上去特别凶 但是当小朋友靠近他们的时候 这些狮子和老虎瞬间变得不淡定了 情绪特别激动 比如此前一位小女孩就因为第一次见到狮子特别激动 所以隔着玻璃亲了一下 没想到狮子居然迅速跑过来 冲上前用爪子不断摩擦玻璃 估计也是想亲自抚摸一下小女孩 还有一位妈妈带宝宝逛动物园的时候 特意给孩子穿上了老虎装 所以当小朋友走过老虎居住的地段之后 隔着玻璃的老虎再也沉不住去了 立马跑过来认真盯着眼前的宝宝 或许老虎觉得非常疑惑 明明眼前的家伙跟自己的外边差不多 为什么对方却能够用两条腿走路呢 随着各种经历的曝光 很多网友都特别关注动物园里的相关动态 原来人类跟动物的跨物种互动 有这么多好玩的瞬间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什么经历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